谈及千年果论是一万斤 今天这个金融市场相对来讲比较平稳 没有什么大的波动 我们趁机会来谈谈一些企业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令人虚析的企业 什么叫令人虚析 就是觉得它有点晚景凄凉 完结不保 来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我相信很多中国的朋友们 都知道这张图是哪家企业了 游会员才交过年 朗朗上口 已经环绕在中国消费者的心头 还有生活中 已经有十几年的这种时光了 没有错 这是今天刚刚讲的就是会员果汁 这个万民哥来自台湾地区 说实在的 没有那个荣幸 跟我们的内地观众 和会员一起成长 但是名气在台湾地区的时候 对不对 万民哥就知道这家企业了 因为当年台湾地区有一家这个也是很大的饮料厂叫统一 我相信内地的观众对这个也不陌生 曾经一度想要跟大家合作 但是那个时候有些条件不够成熟 主要是台湾地区政府不答应统一参与跟会员的合作 让这个会员跟统一的这种结盟私之交配 那当然也影响到今天会员的这种情景 怎么回事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会员是一家中国的企业 这个2008年的时候就在这个香港挂牌 然后表现其实有点开高走低 那去年4月份的时候 因为出现了债务违约 然后交不起财报 这样的窘境 所以被港交所下令暂停交易 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交易 但是最近有一个消息 就是他因为经营不在面临倒闭 你倒闭的结果就可能会出现清算 卖给了别人 我们看一下张图 这个是会员的老板 这个朱新领 朱新领在1992年的时候 本来是个公务员 死掉的公务员 然后下海经商 接下了一家国营 一家国营的这个罐头厂 然后这就是会员的前身 然后这个一步一步的爬上来 成为这么过年来 坐拥这个中国果汁市场的王座的第一品牌 现在甚至于大家都称它是国民果汁的第一品牌 所以有这个地位也着实不容易 这个2008年的时候 这个可口可乐 这个一度对会员发出了这个并购的这种申请书 计划用179亿元人民币买下这个会员 当时这个朱新领是很寄望这个案子 能给会员带来新的商机 这个主要是当年可口可乐想进租这个中国的果汁市场 但是始终不得齐门而入 它成立了一家叫做美资源 但是表现不好 表现不好的情况之下怎么办 干脆就把想把会员买下来 但是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实施反垄断法 认为这个可口可乐一旦买下会员 不但中国人会丧失了对会员这个民族品牌的控制 而且会形成果汁市场的垄断 所以就不同意这个案子 结果第二年开始会员的这个业绩就开始 应该讲它的获利就开始出现了不对劲的这个状态 这个长期处于这个亏损的情况 主要原因是当年后来有人追溯 是因为当初他跟可口可乐讲合并的时候 可口可乐要求他把底下的经销章给撤掉 所以他还没有开始合并的时候 就开始裁设自己的经销体系 这个对会员造成了重大的伤害 结果并购没有成 然后自己的经销章体系又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从此让这个会员一震不起 那最新的消息是有一家自家公司 叫做天地一号 这个卖苹果醋的 这个计划用36亿元 对不对 然后买下这个入主会员 买下会员60%的这个股权 这个天地一号的这个老板叫陈森 在国内也是一个传奇性的这个企业家 我们看下一张图 有这个北京大学屠夫之称 为什么 因为他是北大经济管理系毕业的 这个后来呢 这个回到家乡 这个广东啊 做生意 卖过房地产 然后摆过地摊 最后呢 这个卖苹果醋 对不对 这个一炮而红 现在呢 主业是卖猪肉 所以有一些人啊 这个死骨不化 就认为啊 这个陈森 北大毕业的高财生啊 怎么沦落到当屠夫 卖肉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啊 这个360行 行行出站员 这个没有说 北大的一定要干什么行业 如果当个教书将的话 又酸又穷 其实也没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每个人该在哪边这个 这个安身立命啊 有他的命 有他这个努力的结果 不应该以身份 以职业论高低 而且人家也是靠自己的努力 拼上自己的智慧 甚至于呢 对不对 定着很大的风险 才把这个事业做起来的 对这种人啊 我们其实都应该 报以这个 这个最高的这个祝福啊 但是 这个天地一号去买这个会员 到底可不可以 为会员带来新的生机啊 外民哥是比较保留的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是 会员啊 这几年来啊 他的这个营收状况 其实你可以感觉出来啊 从这个2006年到 这个2017年啊 他的这个营收 其实每年都有逐步的成长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仍然能够稳坐国内 果汁第一大品牌的这个原因 但是他的获利这条曲线啊 然后他相对于 右边的这个轴来讲的话 长期 特别是2009年以后 都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啊 2016年的时候有点这个反弹 但是还是对不对 这个力不从心啊 这个导致2017年的财报都交不出来啊 那我们再看看他下张图啊 这个是会员跟其他品牌啊 他不管是在市占率 还有这个市场的覆盖率 还是销售的份额来讲啊 其实都有一定的领先优势啊 比如说他在现在市场的这个占有率 还占了17%第二名呢 跟他只有他的这个三分之二 所以第二年呢 这个美资源就是可口可乐转投资的 我经常在想当年可口可乐 跟他开这个条件说并购 大家后来没并购成啊 这个并购之前要求 他把这个经销体系对不对 能够这个拆测掉 造成这个会员的这个 后来这个营收业务方面的表现啊 对不对不如理想 这是不是一个阴谋啊 这个很难说很难说 但不管怎么样讲啊 这个对会员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来我们再看看他的这张图啊 这张图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市占率14.7 第二个呢是11.4 还有其他的这些厂商 其实都很难跟他相比啊 这个营收年年成长 对不对 但是呢这个 获利呢却这个一蹶不振 这个有他的一定原因啊 这个看到会员的这个表现 就让万民哥啊 想到镇板桥的一首这个诗啊 叫做《竹诗》 清代的这个著名的文学家跟诗人啊 这个咬住这个青山不放松 这首诗啊 其实就是描写这个竹子的这个坚韧 在竹子里面在这个中国文人里面有四君子 梅兰局竹啊 就是以他高峰谅解 坚韧不拔的精神 被这个一般中国文人啊 所深深喜爱 咬住青山不放松 这一句话就很不简单了 这个立根源在破岩中 虽然我这个竹子啊 长出来的地方啊 就是一个破碎的岩石上 非常平级的岩石上 但是呢 还是维持了他的这种高峰谅解的这种精神 这个千吉万魔 这个环坚韧 韧你东西南北风 为什么要讲这首诗啊 这首诗其实可以啊 反映出中国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啊 这个所遭逢的这种困境跟这个磨难 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艰难之中啊 一步一步的成长 一步一步的壮大 伴随着中国的经济 伴随着中国的消费者 伴随着中国的这个国民精神意志 对不对 来成长的 过程中啊 就像是这个 正版你乔诗里面讲的千谋万极 对不对 怀坚韧 这个会员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看1992年成立的时候 它是一家即将倒闭的 国营的这种罐头厂 最后呢 可以形成现在国内的第一大品牌 年一周还可以有这个一百多亿 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么坚宽的环境之下呢 对不对 它都熬过来 但最后呢 还是出现了 必须建卖自己的这个地步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张图 这个是会员这几年了 这个举债的情况 每天的债务不断的这个攀升 这个为什么会造成2017年财报交不出来 主要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个债务违约 负债高达114亿 这也是因为在2008年 可口可乐并购会员失败以后 这个老板租心里 对不对 这个有点愤慨 这个ECAS就投资了60亿元 进行产能的这种扩张 所以它在现在国内有20个省市 这22个省市盖了40家这个工厂 规模非常非常的大 当年这个会员跟这个 可口可乐合并失败的时候 这个老板租心里曾经讲过 经营企业要把企业当儿子养 当租卖 就是你经营的时候要好好的经营 卖的时候能够卖个好价钱 养得肥肥胖胖的 把它给卖掉 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 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呢 其实很简单 万民哥认为企业 大概要有三个条件 他才能够制胜 才能够永续经营 哪三个条件呢 第一个就是组织力 这个涉及到企业的机密管理 你的组织越好 你的管理能力越强的话 当然效率绩效越好 第二个就是技术 所谓技术包括你的生产技术 包括你的销售技术 第三个就是信念 就会员来讲 很遗憾的三个里面 他只有一个 就是信念 什么信念呢 要做中国的第一大品牌 所以他从1992年成立以后 1994年他就把总部搬到北京 而且进北京以后 第二年 当年就花了7000万 在央视打广告 一直到2018年 他都是央视跟 央视春晚跟新闻联播 最主要的广告客户 表示他有坚定的信念 有这个宏大的这种 这种企图心 野心够 这个对自己的这种要求也很高 但是呢 你要实现你崇高的理念 信念的话 要有基础的 就是我外明哥刚刚讲的 你要有组织的能力 管理的能力 第二个你就是要有技术 很遗憾的 这个会员就是缺乏了 管理方面的这种能力 还有这种销售方面的这种功力 所以他成立以来 一直希望找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包括当年找台湾地区的统一 后来找康师傅合作 都是希望借重康师傅或者统一 他们在营销方面 在生产管理方面 在企业的这种精致化的规划 这个管理方面 能对会员有这个重大的这个帮助 甚至于准备麦克可可乐 也是希望通过会员 跟国际的大品牌合作 对不对 能够创造新的这个竞争力 可是事有愿为 他的这个食运不佳 再加上这个2008年 并购失败以后的 对不对 然后举债扩充产能的结果 所以造成他最后这个获利 对不对 没有办法支付债务的这种成本 出现了这个经营危机 被迫要卖给北大的这个屠夫 成生 这也是若可奈何的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看 他处的一个是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再看看 这是这几年 这个国内果汁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成长 一般来讲果汁的市场 有两个 有两块市场 第一个就是浓缩还原果汁 这个是全世界的主力市场 就是把田里头树上长的水果摘下来 把它浓缩以后 最后再对清净水还原 还原比例大概是6比1 这是多数果汁都是这样的卖的 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 对不对 大家新的果汁市场都是走向NFC 就是非浓缩的果汁 就是卖原汁 但是卖原汁有它的这个条件 比如说国内的这个物流体系 能够提供它必要的服务 包括这个生鲜 或者说这个冷藏方面的这个协助 这一方面特别在冷链技术上面 这个中国的物流体系里面 到目前来讲 跟国际的水平 还有一点这个差距 这个会限制的会员 或者国内的果汁业者 在这个NFC 就是非还原果汁市场的这个拓展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一般大家对于中国 非还原果汁市场的这个评估 感觉上非常的乐观 这是纯粹从消费面 需求面去考虑 但是从供给面来讲的话 很难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第二个国内的果能 都大部分都是小农经营 小农经营的结果 生产的水果 它的品质跟稳定性 没办法跟欧美那种大型的这种 水果企业去相比 你要知道 大国外的这个水果企业 对不对 这个农企业对不对 这个种水果一种 都是几十万亩这样子去种 几十万亩对不对 每一颗橘子 每一颗苹果 其实它的品质都不会差得太远 至少误差都在一个范围之内 这才有利于它后续的这种加工 跟这种厨运 但是中国还不具备这个条件 也就是中国的市场 对不对 大家对于这个软性饮料的需求在提升 但是中国的这个产业供应链 还没办法满足中国消费者的这种需求 就会形成的类似的状况 我跟大家看下张图 你看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 这个有人批评会员的这个产品 太过单一化 但是它有它的这个限制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可口可乐怎么进行 可口可乐成立在1886年 到现在已经有134年的时间 是会员果汁的大概三倍多的这个时间 这就是它集团的品牌 有日本的 也有中国的 有果汁 有机能饮料 对不对 也有这个这种碳酸饮料 还有它的这个本业的这个可乐 这个体现出什么 体现出这个品牌 可口可乐 作为一个企业集团 它的集群化 作战能力 现在其实打仗大家都讲 要讲集群化 信息化 同样的基金企业 也是一样 跟对不同的战场 针对不同的敌人 你要随时都能够 有充沛的这种武器 充沛的系统 能够支援你在市场上的这种竞争 显然会员在这么多年下来 他一直没有建立相关的这个能力 这也是万民哥哥刚讲的 他在管理上 他在技术上面临了这个障碍 大家也都知道 即使到现在 对不对 会员果汁还处于一个家族经营管理的这种模式 连专业的人才进到会员 都没有办法 这个花费所长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 会员今天会走到这个地步的话 其实并不让人意外 这个万民哥突然想到 这个李白写过一首诗 这个叫做观山月 明月初观山 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 吹渡玉门关 为什么李白写这首诗 因为李白从小就有伟大的志愿 希望为唐王朝 希望为皇帝 共性他本身的智慧跟能力 协助国家 能够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可是他一辈子时运不济 找不到这个 好的门路 碰不到这个好的长官去提拔他 所以他经常感慨 他有伟大的这种理想抱怨 所以写下了这个观山月 你看长风几万里 吹渡玉门关 所以他眼光是非常远大的 但是这个诗的背后 但是这个诗的背后写的却有点悲凉 高楼当此业 叹息应未喜 什么意思呢 我因为有志男生 只能复闲在家里头 或者在酒楼的高楼上望着远方 冲击我过去的理想 然后本来我应该是在 这个 这个沙场 或者是说在这个 这个京城 替国家效力的 但是呢 我只能留在家里头去探袭 所以叹息应未闲 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本来就不应该闲着 来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北大屠夫能不能呢 救起这个会员 我们这个民族第一大品牌 北大屠夫的起觉 这个崛起也是很偶然 这1997年的时候 李鹏到他家乡去 这个 这个巡视 结果地方政府呢 这个调了一个饮料给李鹏喝 什么饮料呢 就用雪碧汽水 也是可口可乐的产品 加上三溪老醋 结果李鹏喝得很高兴 结果这个饮料的配方 一出来以后 哇 这个广东地区大家 对不对 就追捧这个饮料 所有的饭店里头 都用三溪老醋 来配雪碧 这个有人叫做李鹏一号 这个 这个北大屠夫呢 这个陈森呢 当时呢 对不对 身体还没做起来 突然突发奇想 我为什么不在工厂里 帮他配好以后 送到各地的这种零售点 或者饭店餐厅去卖 不是很好吗 结果他就做这个生意 做这一炮而红了 所以他苹果醋 就是这样做起来的 但是你可以发觉出 这个中国的企业 不管是这个会员 不管是这个天地一号 不管是卖苹果醋 不管是卖果汁 他们都有一种草根系 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到 目前这个状态 是不是光凭草根系 光凭你那个伟大的信念 就可以让你这个契约 获得永续经营的生命力呢 这个就很值得怀疑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祝福会员 我们还是祝福天地一号 北大屠夫 能够帮我们这个民族品牌 会员国民饮料继续的生命 继续延续下去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